美方所谓的航行自由完全是个伪命题 举个例子 南海是世界上航行最自由 最安全的海域之一 美方却一再拿航行自由说事 这是毫无道理的 其目的不过是借此插手地区事务 维护美国的霸权而已 中方一贯尊重各国 依据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享有的航行和飞跃自由 但是航行不是横行 自由不能妄为 我们坚决反对横行自由 坚决反对任何国家 以航行自由为名进行侵权挑衅 损害沿岸国的主权和安全 危害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遇到问题 不沟通 不交流 单方面的硬干蛮干 这是美方的一个老毛病 现在确实有必要改一改 我们要求美方 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不要一意孤行 不要兴风作浪 中国军队 中国军队将采取坚决措施 坚定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坚定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聆明圈 幸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